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网友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7.51年收入 鲍姆八配要加盟黄马穿10号球衣 不装了 内玛尔突爆争议行为 恐遭新月解约 海陆赛前瞻 国语男双有望夺4强3席位 中国不申半 FIFA 2034年世界杯将在沙特举行 梅西中国行取消或官宣 网传小罗11月7日赴北京 请大家收看 7.51年收入 鲍姆八配要加盟黄马穿10号球衣 网友 2023年金球奖颁奖典礼结束 梅西第八次获得金球奖 姆八配排名第三位 明年金球奖争夺将进入百家争宁时代 姆八配有可能转会黄马 穿上10号球衣 成为头号大牌球星 目前姆八配与巴黎合同即将到期 双方尚未续约 巴黎计划提高薪水和奖金 如果姆八配不续约 巴黎将亏大了 而黄马将可以免费引进姆八配 不装了 内马尔突爆争议行为 恐遭新月解约 网友 巴西巨星内马尔在赛季报销后举办派对引发争议 他在自己老家中举办跳舞派对 并与一位金发女郎亲密关系 内马尔在利亚德新月效力期间只踢了五场比赛就赛季报销 且在休养期间不遵守医生建议 引起球队不满 内马尔的不自律行为被认为是他职业生涯急转直下的原因之一 也是巴黎圣日尔曼队决定将其出售的重要原因 海陆赛前瞻 国语男双有望夺四强三席位 网友 总的来说 国语男双在2023海陆公开赛中表现出色 有望锁定四强三席位 刘宇晨 欧宣毅和何继婷任祥宇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有望争夺决赛席位和夺冠 这对于国语男双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积累更多的积分 为后续的总决赛和巴黎奥运资格争夺提供保障 国语男双的实力和状态都非常出色 给人带来了很大的期待 中国不申办 FIFA 2034年世界杯将在沙特举行 网友 总结 沙特是唯一申办2034年世界杯的国家 其申办得到了亚族联和多个FIFA成员的支持 根据世界杯轮流举办的规则 沙特举办完后 亚洲国家下一次举办世界杯将在2050年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 2034年世界杯之前 还有北美、非洲、欧洲和南美三个大洲 举办世界杯 这样的安排让足球真正实现了全球化 梅西中国行取消或官宣 网传小罗11月7日赴北京 网友 马阿密国际俱乐部原定的中国之行被取消 原因是不可预见的状况 俱乐部表示 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在全球各地比赛来扩大影响力 并将继续与推广商NSN探索合作机会 同时 巴西巨星罗纳尔迪尼奥的中国型策划已经启动 他计划于11月6日赴青岛 11月7日赴北京 紧盯解放者杯决赛二选一 东窗要哪个 网友 利物浦对南美球员的兴趣不是偶然的 他们在过去几年中签下了多位南美球员 如苏亚雷斯、马斯切拉诺和库迪尼奥等 然而 利物浦通常在转会市场上相对谨慎 他们更倾向于签下已经提过一定比赛的半成品球员 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中 利物浦将密切关注弗鲁米嫩赛的安德烈、特林达德和伯卡青年的埃泽奎尔·菲尔南德斯 安德烈是一名中场球员 而菲尔南德斯则是一名五号位球员 他们的表现将决定利物浦是否会在东窗引进他们 安德烈、特林达德是利物浦在今下的目标之一 但由于弗鲁米嫩赛俱乐部希望在东窗之前保留他 他的转会可能会推迟到明年 弗鲁米嫩赛主席表示 他们希望能够进入解放者杯的最后阶段 因此不愿意在东窗之前放他离开 安德烈本人也暗示冬天可能会有大事发生 让利物浦球迷对他的转会充满期待 伯卡青年的埃泽奎尔·菲尔南德斯也引起了利物浦的关注 这位21岁的年轻阿根廷中场得到了前辈麦卡利斯特的利剑 麦卡利斯特认为他具备了进军欧洲的潜力 菲尔南德斯被认为是一名五号位球员 他的母版是坎比亚索和布斯克茨 利物浦希望引进一名已经踢过一定比赛的球员 而安德烈已经为弗鲁尼嫩赛出场160次 而菲尔南德斯则为蒂格雷和伯卡青年出场86次 他还不是一名正式的国际球员 这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虽然利物浦对安德烈和菲尔南德斯都有兴趣 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竞争对手 阿森纳也对安德烈感兴趣 但他们的竞争顺位似乎排在利物浦之后 AC米兰和本菲卡也对菲尔南德斯感兴趣 另外利物浦还对牛卡的吉马良斯有兴趣 但牛卡已拒绝了他们的报价 利物浦希望签下有英超经验的球员 但牛卡不太可能答应这一要求 利物浦的东窗计划将取决于安德烈和菲尔南德斯的表现 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动向 库里21分7失误小萨23加11勇士逆转国王 网友 北京时间11月2日 勇士主场迎战国王 最终勇士以102比101逆转国王获胜 勇士队员库里表现出色 得到21分5篮板3助攻 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国王队的小萨伯尼斯表现出色 得到23分11篮板6助攻 但未能帮助球队获胜 这是勇士连续第二次击败国王 比赛中 勇士在第四节最后时刻 由汤普森命中准绝杀 帮助球队逆转比赛 这场比赛对于勇士来说非常重要 他们在近期取得了连胜 保持了良好的状态 而国王队则遗憾实力 他们在本赛季的表现还有待提高 詹姆斯强势翻盘 伦纳得38分 快船加石不敌胡人 网友 北京时间11月2日 洛杉矶胡人在NBA常规赛中 以130比125逆转击败洛杉矶快船 终结了他们此前对阵快船的11连败 胡人的勒布朗·詹姆斯表现出色 全场得到35分11篮板 7助攻2盖帽1抢断 率领球队完成逆袭 快船的保罗·乔治和卡瓦伊·伦纳德 分别得到35分和38分 但乔治在加石赛中被罚出场 为快船的失败埋下伏笔 胡人队员农梅·李福斯和伍德 也为球队做出了贡献 这场胜利对于胡人来说意义重大 也向其他球队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这场同城得比可以说是一场精彩激烈的比赛 胡人在开场阶段一度落后19分 但在老瞻的带领下逐渐迎头赶上 特别是在第四节 老瞻的发挥更是出色 他的得分和领导能力 帮助胡人将比赛拖入加石赛 在加石赛中 胡人抓住了快船的失误 迅速拉开了比分 最终成功逆转取胜 这场胜利不仅让胡人终结了对快船的连败记录 也展示了胡人队员的团队合作和战斗精神 对于胡人来说 这场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他们向其他球队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和竞争力 虽然胡人在开场阶段遇到困境 但他们没有放弃 通过团队的努力和老瞻的领导 最终取得了胜利 其次 这场胜利也给了胡人球员们信心和动力 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战胜任何对手 最后 胡人的这场胜利 也为他们赢得球迷的支持和喝彩 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斗志 让球迷对他们更加期待 总之 胡人在同城得比中的逆转胜利 对于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们通过团队的努力和老瞻的发挥 终结了对快船的连败记录 并向其他球队传递了强烈的信号 这场胜利不仅让胡人球员们充满信心和动力 也赢得了球迷的喝彩和支持 对于胡人来说 这场胜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为他们在新赛季的征程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人耻辱终结 不止靠老瞻 快船完吉 急需哈登一致 网友 在胡人对阵快船的比赛中 胡人终于战胜了对手 结束了他们在常规赛对阵快船的连败记录 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有一些困难 快船方面 他们刚刚完成了哈登的交易 几位封线球员离开 哈登还不能上场 这给他们的阵容布阵带来了困扰 而且这场比赛还是快船的背靠背赛 体能方面也面临挑战 胡人方面 他们在本赛季遇到了一些麻烦 詹姆斯的放拳计划进展不顺利 其他配角球员也受伤 这给教练的用兵带来了困难 比赛开始阶段 詹姆斯进入了慢热状态 而快船的小卡则打出了出色的表现 胡人没有及时调整防守策略 小卡连续命中了几个关键投篮 一度给胡人造成了困扰 不过 胡人教练和球队对目前状况的认知 还是很清醒的 他们希望在詹姆斯和戴维斯之外 找到更多球员的进攻节奏 让其他球员能够找到舒适的状态 在比赛中 胡人的其他球员 给予了詹姆斯和戴维斯稳定的火力支援 帮助球队反超比分 而快船在进攻组织方面遇到了问题 失去了比赛的节奏 最终输掉了比赛 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这场失利让快船认清了队伍的短板 而哈登的到来可以弥补这些问题 梅西金球奖或黄马帮点赞 C罗不乐意了 网友 总结 梅西赢得第八座金球奖让球迷开心 但这引起了C罗的不满 C罗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一篇说 梅西偷走了三座金球奖的新闻 并在评论中发了五个笑脸 球迷对C罗的行为不满 但黄马帮的球员却纷纷给梅西点赞 表达了对他的佩服和公正性的认可 这也暗示了本泽马去年没有给C罗送上祝福的行为 揭示了当年黄马对内关系不佳 因此 对于梅西偷走金球奖的言论 更多球员和球迷并不支持 弗原爱35岁生日近况贪忧 离婚争子 形象下滑到谷底 网友 弗原爱的35岁生日并没有受到粉丝们的庆祝 他目前面临着许多困境 他的副教授职位岌岌可危 他也一直带着儿子玩失踪 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处于低谷 而他的前夫江洪杰在日本对他提出了各种指控 弗原爱在国内的活动也几乎消失了 与粉丝们的联系越来越少 他似乎搬回了母亲在乡下的家中 并且变得更加瘦弱 离婚 出轨的指责 夺子事件以及负面新闻 都对他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影响 使得他的人生陷入了最低谷 弗原爱和江洪杰目前还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希望他们之间的战争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不去了 梅西11月中国行宣布取消 网友 阿根廷球星梅西原计划于11月的中国行宣布取消 取消的原因尚不明确 但有报道称是出于对中国表示尊重的考虑 此前 外阿密国际宣布球队将在11月开始中国之行 与中国超级联赛球队进行热身赛 这将是梅西一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 然而由于意外情况巡回赛取消 霍启山被曝追求张宇飞 霍家要将奥运冠军私有化 网友 上个星期张子怡和汪峰离婚 引起了人们对张子怡婚前绯闻的关注 其中一个绯闻对象就是霍启山 他是霍一弄家族的第三代子孙 也是钻石王老五 2006年当时27岁的张子怡和23岁的霍启山 在香港街头亲力举动 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 如今17年过去了 张子怡离婚并生了两个孩子 而霍启山则一直未婚 最近有传言称霍启山正在追求国家级运动员张雨飞 并希望能娶她成为妻子 霍启山之前的绯闻对象是跳水皇后郭晶晶的哥哥霍启刚 他们的婚姻备受关注 据爆料 霍启山最近在杭州亚运会上为张雨飞加油助威 并在她获奖时上前献花 两人的互动显得暧昧 之后 张雨飞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市井赛 霍启山也被爆立刻飞往布达佩斯 为她加油助威 这些互动引起了绯闻传闻 甚至有传言称张雨飞的教练也知道这件事 但是持反对态度 对于这两人的绯闻 网友们的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霍启山花心 不应该追求张雨飞 还有人表示张子怡现在是单身 可以继续和霍启山在一起 但也有人认为霍启山和张雨飞还挺般配的 霍家喜欢体育明星 他们两个很相配 张雨飞是一位出色的游泳选手 曾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金牌 她的身高比霍启山还高 看上去非常厉害 尽管她的艺术细胞一般 但是她的舞姿还是获得了网友的赞扬 称赞她可爱 还夸赞霍启山有眼光 不过张雨飞的童年非常不幸 她在四岁时父亲意外离世 全靠母亲抚养长大 从财富和地位上来说 张雨飞和霍启山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但是爱情是盲目的 郭晶晶的父母出身普通 但郭晶晶还是嫁给了霍启刚 成为豪门阔态 张雨飞和郭晶晶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 也获得了霍启山的赏识 霍启山已经到了试婚的年龄 让我们拭目以待她和张雨飞之间 是否会有更多的火花 冰球选手割喉对手脸书 遭网民洗版杀人犯 网友 英国冰上驱棍球赛事 发生死亡意外 球员亚当被对手麦特意外踢中脖子 送医不治 事故发生后 麦特遭到大量酸民攻击 指责他是杀人犯 但也有人认为事件是一场意外 不应该指责他 事件已引起警方调查 冰上驱棍球鞋 会拒绝透露是否会对麦特进行调查 冰球选手遭冰刀割井死亡 8000球迷目睹心碎 网友 英国诺丁汉黑豹队的球员亚当 约翰逊在一场冰球比赛中 不幸遇到意外 他在比赛中与对手发生碰撞 导致他的脖子受伤流血 比赛被迫中断 8000名球迷目睹了这一场景 许多人含泪离开球场 约翰逊伤重重不治 球迷表示 他们将永远难以忘记 这场噩梦般的经历 约翰逊曾是美国前 国家区棍球联盟球员 目前效力于英国诺丁汉黑豹队 这场意外发生在 对阵谢菲尔德纲人队的比赛中 影片显示 约翰逊与对手在高速滑行中碰撞 导致他的脖子被冰刀划伤 开始流血 他倒在地上 双手撑地 但无法立即站起来 裁判和队友们赶紧上前扶住他 然后他自己滑回休息区 当时球场地上和他的球衣前面 都沾满了鲜血 约翰逊随即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比赛也中断了 第二天早晨 球队宣布约翰逊去世的消息 球队和对手队伍都发表了哀悼声明 许多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震惊 并祈祷约翰逊没事 他们说这场意外如同一场噩梦 他们难以忘记 一些球迷表示 在得知约翰逊去世的消息后 他们恐怕难以走出这一创伤 他们说全场球迷当时像一个大家庭 齐心为他祈祷 希望他早日康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